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我是小枫 俄军再度进入亚素钢铁厂搜查 这次发现乌军遗留的机密文件 包括钢铁厂内部数据 还有亚素营的官方档案 再往深处走 乌军的日常用品、军服散落一地 连乌克兰的国旗也被弃至一旁 俄军在勘察亚素钢铁厂下的地道时 发现了一个恒温车厢 里面藏有152具乌克兰军人的尸体 在尸体下方还放着四枚地雷 其中的爆炸物总重 足以炸毁车厢内所有遗留的尸体残骸 根据被俘武装分子在审讯中交代 为尸体布雷是按照基辅的直接指示进行的 以便指责俄罗斯故意毁坏尸体 不让这些尸体交给他们的家属 这说明乌军实际上是非常冷血的 对俄军是很凶狠 对自己人同样的很凶狠 用尸体去进行埋射地雷 这段时间乌军可没少干 在私域的时候就有 说明用尸体埋雷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现在乌军经常用美制M777 向民用设施发射炮弹 手段很下作 对自己人的尸体都不放过 这种现象却是罕见的 似乎是在借俄军之手毁尸灭迹 难道大鱼就藏于其中 日前加拿大驻乌克兰大使加拉萨 接受媒体采访时爆出一个猛料 引发舆论热议 他直言道 在军事援助方面 加拿大和乌克兰是老伙伴 冲突爆发前 加拿大武装部队在乌克兰 开展为期七年的工作 三万名以上的乌军士兵 接受过家方的正式训练 其中包括亚素营成员 紧接着他强调 除训练士兵以外 加拿大还向乌克兰提供 重型火炮和秘密情报 接收俘虏的一名 对聂茨克民兵营长声称 如果他们自己摔倒了 或者自己畏罪自杀了 也怪不得别人 与此同时 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交战的 美国高级军官名单曝光 他们分别是 肖恩·罗伯特·希尔兹中校 迈克尔·帕特里克·图姆林中校 克里斯托弗·斯蒂芬·希尔弗中校 他们组织了西方武器供应 和训练使用的渠道 任务是训练、咨询 援助世界各地的美国伙伴 这些官员正在准备 奥德萨、尼古拉耶夫、扎波罗热 地涅伯罗的防御 效仿马里乌波尔 以平民为盾牌 将武器和装备置于学校、幼儿园、医院的掩护下 据英国天空新闻6月1日消息 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 日益陆军上将保罗·众宗根 接受该媒体采访时首都证实 美国军方黑客实施了一系列支持乌克兰的进攻行动 以回应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这是美国政府公开承认 他们用政府的钱养黑客 他表示 美方曾于去年12月应邀派遣网络专家 前往乌克兰 停留了近三个月 但众宗根对这些行动的细节 讳莫如深 这些美方人员敢在今年2月 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撤离了乌克兰 不过 众宗根没有对这些行动的细节做出说明 但他辩解说 这些行动是合法的 是根据五角大楼的政策实施的 同时受到了军方的全面监督 他还试图美化美军的网络攻击行为 声称美方行动目标是 从战略上讲出真相 这些大鱼下场已经注定 俄乌冲突中战俘都是好吃好喝伺候着 而雇佣兵却被判死刑 英籍雇佣兵萧恩及希尔 摩洛哥籍雇佣兵布拉西姆被判决死刑 那问题就来了 为啥战俘要被好好伺候着呢 俘获战俘要付出的代价 远大于击毙一个敌人 但仍要冒险抓俘虏 这是因为俘虏价值大 活人比死人更有用 这点就是谈判筹码 在谈判桌上 拥有战俘的异国 关于释放战俘的价格可以随便开 而且这些条件不同意的话 就让战俘哭贴喊娘 所以无论是战胜国还是败国 都会拿俘虏说事 这也是为啥这么多国家 同意日内瓦条约的原因 还有雇佣兵作为战争狂人 是和平的死敌 严格意义上来说 每一个雇佣兵都是谋杀犯 为钱财谋杀另外一国 响应国家号召的普通公民 所以不享受战俘条约 因此这次俄乌战争中 被逮到的几百雇佣兵和大鱼下场可想而知 立陶宛三天众筹470万美元 为乌克兰购买了一架土耳其的TB2无人机 结果在起飞三分半被击落 其实没直接被俄罗斯截获 还能飞起来已经不错了 不知道该受立陶宛人精明 还是乌克兰人太不珍惜 还是土耳其无人机太渣 美国政府给雷神公司下了几单 1400枚独次的库存填补合同 需要到2026年6月份才能交货 可是乌克兰的需求是一天500枚 俄乌冲突以来 美国援助乌克兰的最大型的武器 就是M777 155毫米榴弹炮 还有加拿大的十几二十门 不过一些援助乌克兰的先进武器 落入到了俄罗斯手里面 大量的机密就泄露出去 本来说美国援助的是M777 A2型 但是这些炮居然是猴板的 给到乌克兰手上 是把中控计算机和炮口的测速雷达 就是炮弹出具的测速雷达 这些关键设备给拆除了 这些设备拆除之后 就没法使用神剑制导炮弹 神剑制导炮弹的射程有40公里 是一种精确打击弹药 这个猴板的M777 A2 彻底失去了信息化的优势 变成了一门普通的火炮 很显然 美国这么做 不是为了省那几个钱 重要的是担心 俄军一旦要是缴获了这些装备 拿到了这些关键的系统 就能够借鉴研制出 俄军自己的制导火炮 他们也很清楚 乌克兰军队里边水特别的深 事实上 现在俄罗斯他就弄到了两门 刚刚美国援助过来的M777 有消息说 这个不是缴获的 这里边都是串通好的 乌军倒卖援助的军火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西方援助了这么多东西 像独次的防空导弹 标枪反坦克导弹 还有各种的单兵武器 火箭筒什么的 后来西方发现不对 给你们这么多东西 使用的数量和最后 产生个战果对不上数 是不是驱逐不明 美国国防部长 直接要求乌克兰 给我好好地把这些账目 对一对 据可靠消息 有些这些援助的武器 其实已经流出去了 不少已经在叙利亚 伊德利布 黑市上密码标价 一枚标枪导弹15000美元 乌军甚至都卖给了自己的对手 顿涅斯克武装 俄罗斯获得的M777 虽然是美国这次援助过来 已被拆了计算机之后的猴板 但是俄罗斯还是能通过研究 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 而且据说俄罗斯已经从 阿富汗等其他的战场上 弄到过M777A2和神剑炮弹 得到对方的武器之后 能对对方的武器的性能 以及战术使用 该去怎么研究它 就能提供宝贵的一手资料 美国多年研发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5月30日 有记者问拜登 乌克兰政府多次要求美国提供 多管火箭发射系统 让其对额进行远程打击 美国会提供吗 拜登清醒地表示 我不会向乌克兰运送任何 可以攻击到俄罗斯境内的武器 不想用老奸巨华来形容它 可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了 此连斯基心里该有多崩溃 该有多怨恨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 总统顾问表示 若美国拒绝供应远程火箭炮系统 武方将会回忆一场 示范性的歇斯底里 乌克兰高官这架势 明显就是不满足我的要求 我就死给你看 不幸的是 拜登刚公开表示 将不向乌提供射程 能达到俄罗斯的远程火箭炮系统 因为担心引发更大的冲突 这会不会尴尬了 到底死不死给美国看 接下来请静静地看乌克兰表演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